今晚記得要留意九點鐘有直播 如何講英超 何輝大哥小弟何鷹 陪大家講英超 播 當然會再跟大家談一會 我會講的這場萬設斯特斯打比 另外又是更新爭爭冠軍的情況 前四情況和降班的情況 記得要今晚留意 同樣果然台直播的網頁 記得要登記做蘋果會員 事不宜遲 講到萬設斯特斯打比大戰 一開波我們清楚見到萬聯是一個叫5311的結構 可以理解為鐵桶陣拍大巴 當然希望方便萬聯自己收縮的時候 穩陣一點 其實上半場萬聯的低位壓迫是OK的 我理解為萬聯球員其實是想用行動 去回應對外華頓的那一場蒙羞 上半場我們會見到萬聯的低位壓迫 除了令到萬成這一邊一些普通的連結 都會出現失誤之外 還會令到拿著球的萬成球員不知所措 即是拿著球不知交去哪 搞到撐著球太久被萬聯球員焗掉了 佩蘭甸路和施真高 上半場都試過有這些情況 今季萬成其實甚少有這些情況出現 而且就算萬聯是不可能封死所有萬成的全球路線 但萬成一開球有幾下很普通的轉方向 都會很無聊地轉失了 我相信是跟奧脫福的主場球迷氣勢磅磅磅 有些關係的 萬聯今天的球迷在奧脫福那裡 希望嚇一嚇這班萬成的作客球員 也希望幫一幫斯文的蘇斯一查 鼓勵這班主場的萬聯球員 萬聯球員也得到了鼓勵 上半場都算是不錯 OK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萬聯今天進攻方面 其實只有兩個半進攻點 而且是正三角形 普巴和連加特 都屬於進攻中場前面 只有一個福仔做前鋒 所以很多時候福仔都是孤軍作戰 反擊通常都不夠三個人 後面就這樣踢上去 前面的一兩個人 就要想盡辦法自己搞定了 而且萬成今天是有 費蘭丁奴打正選 做了很多關鍵的難節 萬成是有防守反擊的能力 但是萬聯都打到少少快攻上去 如果早段的射門次數曾經一度 就是多過萬成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不同意 萬聯今天有放水之嫌 去阻止利物普羅英超冠軍 如果真的要放水 上半場就不會搞到萬成這麼麻煩 至於為什麼蘇斯一查 是要用正三角形 在這個進攻組合上高 而不是用這個理論上好些的倒三角形 我想跟球員的狀態有關係 我們都知道馬斯亞的狀態真的差 雖然我賽前都不希望連加特打正選 不過都見到連加特今天 防守那一部分都算是OK 所以就算他進攻 依然不是說很幫到手 我今天都不批評他 而且今天不用面對密集 連加特不拉右邊 又不可以說他錯 打快攻反擊 那些位置是可以自由點跑動的 另外 萬聯的正選陣容當中 用這個彭尼納是OK 即是提供到活力度 踢得比較頑的萬聯球員就是費特 他永遠都是負責交失球的那個人 不過又真的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用 如果我告訴大家 是用馬迪 我相信大家都會害怕 我想這個也是蘇斯一查 是要被迫用5-3-1-1的原因來的 因為今天真的不夠防守中場可以選 麥托文尼入不了大名單 排不到三個防守中場 即是要普巴洛去幫忙 即是要排不到4-3-2-1 就唯有排一個叫做5-3-1-1 至於萬城那一邊 為什麼上半場是破不到密集的呢 我們可以留意到的就是 今天萬城的正選結構 是4-2-3-1普通主攻 大衛斯華做單一的主角 首先是會令到進攻火力不夠超級主攻那麼厲害 而且史達領打左邊 就不是那麼懂得幫大衛斯華 所以奇魂迪布尼的受傷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的 奇魂迪布尼的缺陣 其實是會令到這個小斯華 打右邊的功能沒有了 因為沒有人插入HalfSpace 所以小斯華拉右邊 送直線的這個功能會沒有了 因此其實小斯華今天打右邊 就沒有什麼作用的 哥迪奧娜半場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看到 還有要盡快對證下躍的 半場的時候就應該要拿走跟道簡 就用利萊辛尼進來 雙逆齊飛 這樣才可以破到萬聯的5-3-1-1鐵桶陣 不過半場的時候 其實哥迪奧娜並無調動的 並無調動的 那麼利萊辛尼在50分鐘之所以能夠進來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這個是 費蘭甸奧在一次關鍵的攔截當中受了傷 所以哥迪奧娜才被迫要這麼快作出調動 調動了之後 就真的變回超級主攻 雙逆齊飛 還有兩個斯華做主角 左右後衛也可以進來中路做防守中場 負責連結打回萬城今季 就是慣常的超級主攻結構 而這個始終才是萬城最強的組合 所以只是調動了兩分鐘 就經意透過大衛斯華和左邊的利萊辛尼的配合 進入禁區底線成功首次破密集 這個就是萬聯突然之間 受到太過大的壓力 就真的適應不來頂不順 一分鐘之後就立即要失手了 入了中路負責做主角的這個就是小思華 今次推入禁區那裡 在正中央附近的位置 就是射近刺入網的 今次這個動作是非常隱蔽和快速 所以你會發現梭爾和迪基亞都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今次小思華的這一套動作 就充分顯示了他的絕招並非是速度 而是他那些動作的敏捷度 而的而且確他是比較適合打中路多過打右邊 落後左一球球的萬聯調動實在太過慢了 萬聯落後左一定是要進攻的 但是還扔著個五三一一來做什麼呢 五三一一是百分之一百無法主攻的 那這個萬聯一收縮的話 那萬聯一定是沒辦法的 所以萬聯控球再舉的話 風險就變得更加高了 扔著這個就是五三一一 就無法主攻或者叫做進入主攻陷阱 那一再被這個萬聯打反擊 就危在彈直了 那去到六十五分鐘 萬聯打的反擊 直接打到四打三 即是四個萬聯球員對著三件紅色衣服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輝特空球再舉的時候 交失球只不過是部分的原因 交失了之後 後面萬聯剩下三個防守球員 才是這個失球的關鍵原因 而這個呢 也都是跟五個後衛有關係的 是五個後衛的問題 那五個後衛 也就是說你前面就不夠進攻 怎麼拉邊的了 但是如果又要控球再舉的話 就沒辦法不拉邊的 那結果呢 又要左右後衛長期上去幫手拉邊的 而左右後衛上去之後呢 後面萬聯那裡就只剩下三個 是防守球員 在最後啦 那這樣就會被萬成四打三的 那給這個利萊薩尼呢 就可以打個反擊入球了 那所以呢 我為什麼這麼強調呢 就是面對密集的時候 是要打回四個後衛 而不是五個後衛 打四個後衛呢 才可以令到你前面 有足夠的進攻點 做了拉邊 那你的左右後衛 不需要長期上去幫手拉邊 可以回回去防守 這樣的話呢 就反而才可以保障 防守反擊的時候 後邊一共有四個球員 而不是五個後衛 只剩下三個球員 那所以為什麼有人問 五個後衛去主攻 反而是沒有四個後衛那麼穩陣的呢 這一個就是個答案來的啦 那多些防守球員去控球罪 他反而就不夠穩陣的 這個足球理論呢 很多時候就是違反大家的直覺觀念啦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用理性呢 去理解這個三中堅 無法主攻的理論 而不是用依稀的回憶呢 或者感性的角度呢 我們一定要看實質的證據的 那大家理解完這個足球理論之後呢 就會明白蘇斯特查落後左一球之後呢 都沒有盡快增加進攻點 就是違反足球理論啦 那他應該呢 就要盡快拿走達米安啦 那就是用這個努卡古 或者馬斯亞 他沒有這樣做呢 當然就是要負責任的啦 那要過了70分鐘呢 才調動是沒有用的啦 因為當時呢 萬成經已拉開紀錄 過了80分鐘呢 才放棄三中堅結構 也是無意義的啦 那所以呢 蘇斯特查呢 真的要問多些功課才行的啦 即是在0比0的時候 繼續用5311鐵桶收縮是沒有問題 但是若果一旦落後了之後呢 應該要怎樣應變呢 還是否維持著5311呢 這些呢 就是要問的功課啦 不過啦 我始終都要說一句啦 萬聯今天呢 是沒有放水的 球員的精神面貌OK的啦 沒有了那些呢 就不專業的情況出現的啦 那就理論上啦 已經盡了力啦 只不過呢 就是輸級數啦 而且呢 只是失第二球球呢 是跟這個5311的結構有關的 失第一球球呢 其實就跟這個結構無關係的 只不過呢 就是萬成雙翼齊飛呢 實在太過勁啦 那而且呢 大家都不要忘記呢 就是為什麼哥迪奧納會這麼快 用利萊薰尼入締的呢 是因為受惠於費蘭甸奴的受傷 那如果費蘭甸奴不受傷的話呢 我們都會很懷疑哥迪奧納究竟會不會 這麼快在50分鐘呢 就用這個利萊薰尼入締的 即是如果要去到70分鐘才調動呢 那小思華就沒有這麼快可以入中路入球的了 而這個利萊薰尼的反擊呢 也都要無限度推遲的了 推到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哥迪奧納今天呢 這麼快可以調動呢 是有點運氣的 即是如果費蘭甸奴一直不受傷的話 一直呢 不調動呢 萬成其實是有可能繼續老鼠拉龜下去的 那要一個球員受傷啦 那球隊才有出路呢 那這樣東西都幾諷刺下的 也都呢 反映了是教練呢 臨場應變的洞察力問題來的 那哥迪奧納其實去到今天的層次呢 都還是有些進步空間的 那來到這裏呢 小弟當然呢 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這裏呢 就是關於小弟的收入啊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那所以大家呢 要多些幫小弟按下廣告啦 按下廣告 彈一些廣告 時章出來和播完廣告片 這樣呢 才可以令到小弟的收入進步 令到小弟繼續有這個尊嚴 去生活下去 和繼續有這個呢 就是堅持力去為大家每天免費出到片 希望大家不要鬆下 繼續堅持 感激不盡啦 好喔 記得呢 就是要訂閱和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自定的 那手機那裏呢 記得要片的下面 一定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按下去啦 彈一些廣告時章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呢 電腦那裏呢 記得要關掉個檔廣告程式 或者不要裝這個程式 那麽的話 發現電腦片的裏面 會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也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 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時章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呢 都會時不時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的 記得要播完整條廣告片 這樣才能幫到手 那另外還可以 一條廣告片的裏面 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下一條片又會見 拜拜